我期待台灣也可以誕生更多的 下一個熱狗啊 或者下一個吳亦凡啊 一棒接一棒 讓台灣的流行音樂圈有更多 厲害的rap 嘻哈歌手 一直冒出來 不管是各種文化或者音樂風格類型 我覺得在音樂上是有無限可能的結合 各種東西都可以結合 對 你可以拿搖滾電子怎麼樣搞進來玩都可以 或者原住民的元素 反正因為嘻哈就是一個載體 它可以包羅萬象 什麼東西都可以混進來 其實重點是你要去 Just do it 就是你想到什麼 我覺得喔 像我以前就是 我想來寫歌 好 那就來吧 努力勇敢去做 這是嘻哈的精神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藝術創作者 本身對自己的要求 你應該要自己去回頭說 我還是要把這個美劇的歌詞 仔細的去斟酌推敲 把它寫到盡善盡美這樣 現在在很著重在旋律性的東西 但是音樂好聽跟它的旋律 它唱的東西好聽 就像是一個漂亮的女兒的外角 她很性感 哇 你看到她好正 可是你跟她聊天 聊了幾句之後發現 哇 她腦裡是裝醬糊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歌詞 就是這個女人的內在 對 如果一個很正的女生 你跟她聊天知道 哇 她言之有物 她很有想法 然後她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你會去更喜歡這個對象 所以我覺得歌詞 就像是一個漂亮你孩子的內在 所以你還是要去把內在這個東西做好 還是有熱狗 還是有蛋寶 還是有大隻老師 有小人 有三小湯 其實很多人都是還是很認真 把歌詞寫得很好 堅持下去 對 不管有沒有成功啦 反正就爽嘛 你這一輩子至少 你一找到你自己最喜歡的事啦 那你就做下去 完蛋 4 1 2 1 1 2